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真 很久没和大家见面了 非常想念你们 国标舞女王劉真 与花承仙一周年 粉丝不舍难过表示 好想念她 艺人劉真去年二月心脏开刀 手术中心脏突然奏停 医师紧急使用叶克膜抢救 经过医疗团队治疗 她与死神拔河四十五天 不幸在去年三月二十二日 台北荣总逝世 享年四十四岁 留下老公新龙 及五岁爱女妮妮 消息震撼演艺圈 性有粉丝相当悲痛 将近一年没有工作的新龙 至今人走不出丧气之痛 处理完刘真的后事后 就再也没有出席公开场合 完全身影 断绝与外界的联系 甚至和老板吴宗献的 经纪公司都解约 整影许久的新龙 脸出最新一篇发文 是在今年除夕夜 写下牛年来临了 似乎想挥蝶 痛苦的二零二零年 走出陷入低潮的自己 以来大批网友祝福 及加油打气 刘尊老师曾经说过 大家都是因为国标舞认识我 但我其实是用跳舞来认识世界 从小开始跳芭蕾 从舞蹈中找到乐趣 其最生命的热忱 因缘际会下踏入演艺圈 开始发光发热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是刘真老师试试 借满一周年的日子 也是他们夫妻俩的双双结 父亲母职的新龙 虽然目前还走不出伤痛 为了爱女妮妮 还是得扛起父亲的责任 面对刘真的离时 大家都感到相当不舍 但相信她在天堂 是最美丽的跳舞天使 也期盼新龙能早日走出伤痛 同时也欢迎粉丝朋友 在影片留言处 写下你想对刘真老师说的话 小真曾经讲过的话 就是 其实我是一个人 跳两个人的舞 那未来可能 我没有你 可以继续跳舞 所以 以后变成我一个人跳 44岁的国标女王刘真 上个月因为心脏开刀 过程中心脏一度停止 紧急装上叶克摩进行抢救 与死神拔河 45天仍回天法术 22日晚间 10点22分 不幸逝世台北荣总 享年44岁 消息一出 震撼各界 也令众亲友 粉丝相当的不舍 留下老公心龙 及4岁的女儿 留生老师 美丽舞蹈人生 画下句点 优雅曼妙的舞姿 也永远活在粉丝的心中 长期和刘真 一起在世界各地表演 相识25年的舞伴 李智瑶老师 得知他病逝的消息 第一时间 更是悲痛地在脸书写道 至我最美丽的舞伴 相识25年的日子里 有欢笑 也有汗水 属于两人 舞步只剩下回忆 更是祝福他 飞得更高 更远 和刘真合作多年 也有不少共同的伙伴 及粉丝 碰文也让不少人 相当的痛心 一眼刘真不幸事事的消息 可以说是震撼各界 与他相识25年的李智瑶老师 稍早也做出最新回应 来听他怎么说 刘真病逝的消息 也让演艺圈许多好朋友 相当的难过 昔日舞伴李智瑶老师 与他相识25年 情同兄妹般的深厚情感 两人完全没有秘密 一谈到刘真便是泪崩的说不出话来 这20年来 我们彼此都很了解彼此 而且我们彼此之间 我跟刘真是一个 两人之间都没有秘密的人 跟兄妹一样 我很开心 他最后能够找到 一个爱他的 舞蹈教室有许多与刘真的回忆 谈到教室的学生们 大家都很想他 李老师情绪再度崩溃 那我希望说 辛龙可以坚强一点 好好照顾好小朋友 然后 我也祝福 Savina 你好 飞得更高更远 然后 现在所有的时间 凝结在这一刻 我们所有的人 就是会记得 你现在美好的样子 将来 你年长大之后 还记得 他的妈妈是这么的美丽 很高兴刘真当年 可以找到他的幸福 试试的消息 来得突然 相信大家都无法接受 期盼辛龙能够 打起精神来 四岁的女儿 需要爸爸的爱 也希望刘真 能够飞得更远 保佑全家大小 让女儿 妮妮长大之后 还知道 她有个这么美丽的妈妈 我祝福你 然后 也请你 在天堂看好 看护好你的家人 留爸爸 留妈妈 然后你的弟弟 还有 家里的小朋友 我相信你都很爱他们 我也知道你很爱他们 然后还有 我们教室大家都很爱你 然后 会永远怀念你 学生都很想他 学生都很想他 我们都很想他 祝福你 中式电子报 大家都很想念刘正老师 采访报导 新龙因为现在心里面 太大的一个伤感 那么只有四个字 只有四个字要转达 就是私心裂肺 新龙他一直不愿意放手 舞蹈是我三十多年来生活于生命的记忆 印象中呢 从五岁穿上第一双芭蕾舞鞋 就注定了小女孩一辈子的爱恋 舞蹈对于我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大家也是因为舞蹈而认识我 我却是透过舞蹈更加认识这个世界 其实在这么漫长的比赛 练舞 教舞表演生涯当中 舞蹈教会我勇敢 教会我面对挫折时候不放弃 也教会我谦虚和体谅 教会我坚持 艺人留针 上个月十九日因为心脏开刀 过程中心脏一度停止 医师紧急使用叶克膜进行抢救 等不到换心 抢救四十五天人不敌病膜 二十二日晚间十点二十二分 不幸逝世台北荣总 享年四十四岁 留下新龙及四岁的女儿 令众亲友粉丝相当不舍 美丽优雅的舞姿留在粉丝的心中 留针老师因为严重主动脉半膜下载 二月七号到荣总接受主动脉半膜手术 由于她的心脏功能恢复不良 先后致放叶克膜及右冠状动脉支架 后续因为心脏功能没有恢复 二月十三号置入心室辅助器 二月下旬三月初 先后发生脑部酸塞与出血 造成脑压上升 进行开颅减压手术 术后虽然有一度起色 但因为脑压过高 于二十二日晚间十点二十二分不幸辞世 家属透过院方表示 这段时间感谢各界对于刘真老师的关心与鼓励 对于许多好友来电或是问候 无法充分说明跟联系 恳请各界谅解 对于医疗团队的努力 家属也表达感恩之意 一眼刘真不幸事事的消息 可说是震撼各界 新闻老板吴宗宪 稍早代替家属做出最新回应 来听他怎么说 新农现在心里面 太大的一个伤感 那么只有四个字 只有四个字要转达 就是私心裂肺 这三十几天以来 不好意思 因为家属他们的意愿 基本上是不愿意 不愿意让他的一个病情 让所有的媒体去做深度的了解 也跟大家致意 道歉 在最后的这个阶段里面 整个医疗团队当然也非常尽心力的 去为刘真老师做最好的医治 后期的这个阶段 因为也确实可能回天乏术了 在最后的这个阶段 那新农呢 他一直不愿意放手 谈到刘真离世 献哥表示 新农目前的心情只有四个字 撕心裂肺 状况不好 走不出来 所以代替他出面和大家说明 被问到刘真四岁的女儿 妮妮目前状况 献哥随即哽咽不愿多谈 竟表示 很可爱 因为这个后续呢 还有这个小朋友的问题 妮妮 今年才四岁 所以 我们会尽量去协力 那最主要也感谢大家 给新农一些空间跟时间 因为他基本上 基本上 是走不出来的 最后献哥请大家放心 一群好朋友都会陪在新农身边 也请大家把最美丽的国标女王 永远放在心中 不痛了 解脱了 永别了 永远的国标女王 线上的观众朋友 请大家帮忙分享影片 让更多亲友 一起留言祝福 中时电子报 刘真老师一路好走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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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